原本是一片废弃的荒地 经过了志工三个月的耕耘 这个位于四里白沙罗环保站附近的爱心农场 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 之前这块地全部都是杂草丛生 人家也不想要开垦 这样我就想象说 好了 万事起头难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开始 农场也意外地带动了附近的居民和慈祭志工来付出 最初农场没有自来水 志工叶天赤 每天早上用自家的卡车拉水来浇地 体会现在觉得吃菜比较开心 比较用心地吃了 吃到它拉来得不容易 虫子不伤害 小心地把它请到外面的草地上 找不到当给终身结缘 给它们吃完了一种 不用农药和化肥 用堆肥来改善土质 父辈从事种植的慈祭志工叶亚广 发心教大家种植 小小的农场却种植了二十种蔬菜 天地万物在这里和睦相处 共生共息 是种有机的不会破坏这个地球 然后也可以温饱很多人 在肚子 你满手的是金银竹堡来讲 农耕地也是种不出粮食来 金银竹堡又什么用 所以耕种是很重要的 志工潘寺承担了农场美化的工作 在他的努力下 现在农场也引进了自来水 在农场上面的山上 种植果树的马来同胞 游索夫因为农场 也开始参与慈祭的活动 慢慢地他就融入我们 融入我们之后 因为他也很主动 因为隔壁就是环保站 环保站那边 他也开始帮我们收拾 现在我跟他讲说 不如我们有的时候做慈善 你要不要去 他也要去 我们讲我们有共修 他也讲也要去 这天慈祭劳务据典的志工和大德们 远道而来参访农场 他也欢喜来与大家分享 亲子班慈少班的孩子 来这里浇水施肥 体验工作 学习爱惜大地 种下那个鹰 然后有那个圆 有那个空气阳光和水 这个果就是成熟 从那边就可以将他 知道鹰园果报 志工和社区民众欢喜学做农夫 小小菜园也是一个 接引菩萨的道场 大新闻贾少艳 林伟德 维斐赫 马来西亚报道